功夫明星成龙曾经是很多人眼中顶天立地的硬汉,他机智可爱的形象深入人心,尤其是他早年间拍摄的那些电影。 剧情丰满,内容精彩,无不令人他手称赞,要知道不仅在国内,成龙在外国论坛也有大批粉丝,提起中国,他们第一时间想到的,就是那里有自己的偶像成龙大哥。 然而,成龙这样一个具有很高国际知名度的男明星,为什么却对他的前女友吴启力,和自己的亲身骨肉小龙女吴卓琳,多年来不闻不问呢? 哪怕是顶着各种舆论和争议,成龙依然拒绝承认这个女孩,就算是家资产,用于责善事业,他也拒绝履行做父亲的责任,不给吴启力抚养肺。 有人说成龙不喜欢小龙女,是因为他母亲咄咄逼人,也有人分析成龙一定是不希望伤害到袁佩林凤娇的内心,才做出这般决定。 当然这都不是主要因素,下面,坎扯联盟的就带您从男性心理学的角度,分析一下成龙先生的泄露历程。 首先,我们管成龙的女儿吴卓琳叫小龙女,这个称呼此顾名思义是用来形容温柔善良,清新秀丽,美貌脱绸,并充满先进的女孩。 而现实中的小龙女,性格叛逆,古怪,打扮中性,还有一个经常阴阳怪气的母亲。 如果小龙女吴卓琳的颜值能赶得上,刘亦芬饰演小龙女的一半,您认为成龙会不喜欢她吗? 其次,小龙女是当年吴卓琳任性生下来的女孩,本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,有人会指引孩子是无辜的错算父母。 但吴卓琳怀着隐心和怨气生下了吴卓琳,从小到大将自己的不幸推托给孩子的父亲成龙。 吴卓琳从小在弥漫着怨妇气息的家庭中长大,多少沾染了一些母亲的性格,成龙看到她就会产生年轻时遇到吴卓琳的阴影。 自然不待见小龙女,最后,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点,很多家庭,哪怕是成龙这样人生怨历丰富的明星,也逃脱不了根深蒂固古老思想,我认为男孩比女孩重要。 吴卓琳虽然在艺术上并没什么遭遇,但是少在父母自私的眼光中,他还是可以接受的,毕竟吴卓琳是成龙家里唯一的男性血脉,哪怕是犯了大错也没辙。 毕竟成龙年纪大了,没办法换一个孩子重新来过,但爱情消失时,爱情的结晶也自然会烟消云散。 成龙为了维护林凤家和房祖宁的利益,放弃吴卓琳和小龙女吴卓琳,想必也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。 吴卓琳从小到大上的都是高级学校,接受获良好教育,如果他真的足够优秀,聪慧的话,想必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 成龙的艺术造诣是功不可没的,但在感情方面却非常自私,没什么责任感。 但这并不是个例,无论是明星家族,普通家庭也好,很多父亲都有着外高踩低的心理活动。 在追逐公与民的道路上披荆斩棘,与黑暗的过去绝不相认。 成龙不负责,林凤娇懦弱,吴卿利歇斯底里,吴卓琳我行我素,表面上看着这个家庭太算和睦,但事实大概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古怪。 当然,一个明星的优点有多大,观众们能接受的缺点就越多。 作为路远甲,还是多关注一些娱乐圈的真能量新闻比较好,反正有卡扯连忙,日后会持续送上更多干活。 您的关注是持续创作的动力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